入航门槛低 意大利最难招聘的高薪职位列表 你可以试试 意大利华人街消息 年伪往往会预示着一些人事的分离和调动 来年的工作计划你有了吗 在意大利有不少职业 并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 入航门槛并不高 通过一些短期培训 就可以有一个高薪的工作 让我们看看有哪些职位 最难招聘的工种 配进师 这是有点冷门的一个职业 但还算是有趣 市场上有几个大公司品牌 也在寻找这一类人才 最大的Luxotica公司 最近推出了新版的校园计划 专门为意大利一所学校的 70名最佳毕业生提供服务 并且为表现突出的人一份长期合同 薪资为2500欧元 并且在后期可以转永久合同 他们将能够在雷鹏的门店中工作 光线安装容阶工人 对于电信世界 这相当于高速公路的铺路工人 他们是用来实现 社会所设想的千兆数字高速网络的关键 政府只在2025年实现所有的光纤覆盖 涉及到所有的学校 公共交通的网络覆盖 但是建设这个工程的工人 在今年有1.5至1.6万人缺失 包括了挖掘工人 网络技术工人 他们需要在每个家庭 办公室去激活线路 TIM和OpenFiber等网络运营商 通过让他们在家中和工作中 接受培训来装备自己 但工作人员的人数还远远不够 卡车司机 这是一项非常累的工作 需要几天甚至几周时间离开家 但是就因为如此 他们的收入可以达到税后30%